HELLO 大家好,我是總結,今天我們來到了院裡這邊 那這一場呢 我印象在很久 有可能將近半年以上 然後那時候我們好像有來院裡這邊巡過台 結果那個時候有發現這一場那個時候是新開的 但是那時候我們就只是經過 發現這邊有一間新場但是我們沒有進來玩過 那今天既然我們又來到這裡了 我們就來這一場稍微小玩一下吧 我們一來呢 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其實讓人家會有一種納悶的感覺 像正門那個你會覺得 可能是槍位 但是我們剛剛 實際上我們剛剛有稍微拖了二三十塊 前面那邊會比較難吃到 但是我剛剛突然想到我們可以 斜甩直接甩 45度 前面那一個 他有可能會直接拖上來 你看他甩幅,他甩幅也不錯 甩下去 二手 起 他怎麼跑進去 這個合金車不錯看 很有份量的車子 但是台主裡面竟然還有放了兩台漂移貨車 只是是在最裡面 最裡面但是我不是叫你這台進去最裡面啊 出來啊 你看他就是因為 他是球尺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阻力把他壓在那裡 他的重量往下的 出來了 哎唷 突然有機會 對啊 然後這一個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 甩過去如果捏到 極致薄或是比較偏薄一點 因為合金車很重 他可能會直接脫掉 就只要有一點點薄度 但是也不用太薄 剩一點 因為他本身真的太重了 哇 這個 站起來哪一個 然後我們先脫一下這個 你說直接甩那個嗎 還是要甩這個 甩這個的話 他起來之後那個會補位 甩那個的話 要嘛直接脫掉 都行啦 那不管啦 這兩台我們都給他出掉 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們那個 選擇錯了 剛剛應該要打哪一個 選擇錯了 但是OK啦 吃到 先求變位置 很好 就先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拖出來一下 中 你看那個 那一個一直把他往裡面推 哇 對啊因為沒辦法 因為 他在那邊然後他求死是滑的 那個又有一個力量一直往裡面推 他整個把他一直往裡面擠 這個必須要先起來啦 哇更慘 喔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超級槍位 有了 哇塞 他可以甩打嗎 這個喔 沒有直接撥就好了 他下爪是慢的 撥就好 但是這個就可以試甩打 還不下 還不下 再一次 爪後面的 不用了不用 不用不用 OK 來我們來 把這邊的拖一下 這一個 彈 86 86 超級經典 超級經典的車子 中 OK 但是我在考量一些 等一下 我先 先讓我想一下 我考量到是 可以甩45度的 或者是這一個起來 讓那個 方合下去不會 因為我們絕對不會打到方合 但是這一個應該基本上要先把它打掉 這個 這個應該先把它處理掉 加上下面是球尺 這個會比較難抉擇 好啦 你看 這樣子 補位了 槍位了 對啊 超槍 可不可以抬起來那個 趕快推推推把它補滿 哇 怎麼可以插進去那個洞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打台最妙的 就是這一點 那麼 剛好的 他們剛好的就這樣子的縫 他們都有辦法插得進去 不一定喔 不一定讓我撥著撥著 你看是不是 不一定讓我撥著撥著 對啊 對啊 而且最尷尬的是後面那個要下去了 所以這一下我們 不能單純只靠撥要微微的吃到 要跟它拼 因為你這個 你用撥著它起來 等下你就看那個起來 再下去 但是它下去的話 應該會再正門 如果要大膽一點的話就直接給它吃下去 吃一咪咪 啊 下去了 果然跟響的一樣 但是這個是很完美的槍尾 微微的吃到應該就秒了 哇 又來了又來了 哇塞 要幾次 卡洞 總不可能叫我卡洞青奶吧 我們你看自己看這個保夾 你看 保夾 1680我們才打了160 太高了吧 對啊這個不可能啊 這不可能 這不可能 我無法接受 呵呵呵 你要叫我從 160然後打到1680 就為了這個卡洞 980的話可以考慮啦 因為裡面還有跳一波車 對啊而且還有兩台呢 是真的可以考慮 但是這個 這真的沒辦法 他為什麼不要彈一下這樣的跨著 我就可以再拼 只是現在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畢竟夾掉兩台了 這個整體會比較空一些 除非我飄移貨車要把他拉出來 因為他太翻了吧 你說飄移貨車喔 對啊 入不了車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錄得了啦 只是就 東西你要往前帶 哇 真是尷尬 下來 哇 沒有下就算了 他有辦法 那麼平的進去 你看有時候打抬就是那麼妙 你看喔 兩台小合金車喔 中間這樣子 有辦法 這樣子進去 因為他整個貼 貼得太平了 你說微微的腳有點出來 算了啦 因為 因為這樣子我們再打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我們這台就 蠻順利的夾了兩台 這個合金車 那我們就夾這兩台吧 我們再尋一下其他的 來吧 那我們來玩一下下一台 這台整體感覺就會讓我覺得 很縫 因為他 他這樣子的 爪子的感覺 這樣子的甩幅 這樣子的出貨 有沒有 因為 有時候我們去打台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看到那個 台子的狀態 我們大概就 略之一二 來來來 這整體順不順 然後這邊還有東西 這個 可不可以拉下來 可以可以可以出來 3秒 2秒 不行了 給他下去 來了 拉下來 來 哇 哇 這樣也行 帥了 而且剛剛那一家吃蠻多的 對而且吃寬喔 吃很多 這個先把東西帶過來 這台很可惜沒有外面上面沒有夾送 不然我應該會拼 甚至這一台如果有個青台獎 有點多 但是可以考慮 還有這個 這個是叫什麼老皮 好像是喔 他的 天車怪怪的了 下去 二手 起來 放 來喔 那這台的天車是真的有點 你看 秀兜秀兜 你看 又不過去 那天車壞了我也沒辦法了 好啦那我就直接把這個打出來就好 好像可以吸 可以可以這台可以 正旁 這個角度好 吸 好像又不行 呃勉勉強強 勉勉強強 可以啦 有了 有了 又卡 又卡 今天來到這場怎麼合進車也卡 啊我們打這個也卡 OK 那這台我們就夾這樣子吧 我們再巡下下一台 來這邊還有冰霸杯 勒氣 哇這台爪力 這台爪力砰砰叫 好可愛喔 他沒開爪距 哇塞 這台打一打可以打很多 我們可以把東西全部做過來 我們拉個三下而已 完美 然後這邊再一下 我們就來進攻 哇 但是其實可以攻了啦 像這一個 哇塞 再一次 這個冰霸杯不錯 助攻 然後 這一個 喔可以喔 他 極致保浮了起來 然後 會拖 哇那這樣子 這台不錯 這台應該可以出個 蠻多東西的 因為光冰霸杯 冰霸杯應該 難度也不會太高 有拖 來 這一個 但是不行啦這邊 這一堆絕對要 給他崩一下 那一堆真的要崩掉 崩掉 前面會很滿 下面這一盒 二手 起 有了 喔來了來了來了 但是上面這個洗衣球 蓋子 蓋子比較 蓋子難度很高 來 逆一下看看 全包 1 2 射 賺了我先出個冰霸杯吧 二手 二手 嘿 你看冰霸杯 冰霸杯很簡單 因為他冰霸杯本身就重 而且他滑 加上他又又給他那個用一個那個 泡泡子 雖然難度 大幅的下降 但是現在呢現在應該是要這一個吧 然後 這一個 那個洗衣球 不助攻就算了 還給我 進去吧你 哇塞 可惜啊 再一次 捏毛 可以啦 冰霸杯捏毛就出了 捏毛 捏毛 因為他是因為有泡泡子 所以這樣隨便勾都有進度 哇 二手 不然我專心攻冰霸杯好了 因為冰霸杯的難度是真的 很好打 但洗衣球 秀款的應該還行 來來來 先出這個 傻眼 各種助攻耶 不然我最後的目標再打一個冰霸杯就好 那個冰霸杯啊 這個挖不到吧 我是覺得應該可以啊 開啦 我給他一個洞了 喔 喔 換不過去啊 沒有他這台原來是有下線長度喔 他剛剛是自己收掉 再晃一次 哎呦 中了中了中了 但他下線長度大概就是在這邊左右 有 來了來了 不能再低了再低的話會吃不到 喔 起 來了 那這邊 我幫 冰霸杯補一下位 這邊啦那邊只要脫了應該可以過去 這邊這一堆 哎 怎麼跟想的 不太一樣 再一次 下面這一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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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個洞 哇塞我悶了 只上一下試試看 吃不到了 但洗衣球要把它弄到脫喔 這樣 脫 哇塞我不是要打冰霸杯嗎 左右比較好 嗯 對啊左右 喔 還是甩這兩盒出一盒 剩20塊吧 好 真的極致飽我們不行 這下會不會保夾啦 趕快保一保趕快結束吧 因為真的沒辦法 因為這一台的 缺點就是他 下線長度真的太短了 這個冰霸杯應該都還抽得到 但是他只要躺著向那個角度 那一個冰霸杯竟然碰都碰不到了 大概他的上緣就收掉 沒辦法 那這一台呢 我們就夾了三個冰霸杯跟兩個洗衣球 最後一個洗衣球 吃到保夾 其實是蠻意外的 我原本想說應該冰霸杯會出得很順 但是就是 唯獨卡在那個冰霸杯 他過去那個角度 但是他也沒有說到太低 但是他的下線長度就比較偏短一點 所以吃不到 好啦 那就這樣子吧 我們就夾三個冰霸杯跟兩個洗衣球 然後我們再尋一下 其他的 好我們尋到了 下一場 來這場小玩笑 那這場是蠻特別的 這場在 好像要往 因為你要往大甲的方向了 然後在右邊有一間萊爾戶 旁邊的一間 集團店 但是我們來這邊竟然發現了 這一台 雷寶超高 我們自己看 保夾1580雷寶1000 破 破肩的 只剩580 那580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試著 看要不要怎麼做球 像我也想 把這個索隆做過來 把後面拖下來 然後最主要是 這一台的公仔台後面 有藏了一盒15週年 那個應該是騙人部 但是以15週年好像有的部分的價格 蠻不錯的 但是有的 那一隻我就不知道 那個價格如何 但是至少是15週年蠻值得 收藏的一個公仔 應該是直接做球啦 剩580 我看能不能把這個 因為那邊有個斜坡 這個拖上去 打到下來 然後反正就是整齣把它拖好拖滿 1做2 對啊 來 過 哇 然後這一個 對啊 過來啊 但是至少如果我們要保騙人部的話 這邊都要先把它解掉 然後這邊是在大馬路旁 可能車流量會比較 大一點 哎唷 做完剛剛不放 還好我把它拍掉 不然它抬起來 就直接盪 一直盪盪盪 先把這個鬼滅弄掉 往前射 下面 下面 我的騙人部啊 而且那一扯騙人部 盒況超好耶 根本就是接近八角 我這樣目測啦 至少先把它騰出一個空間 捏一個角 但是我們的 我們剛剛這樣拉 已經拉了 200整了 我們光拉就拉200了 來羅傑 中 下來 哇 它這樣子真的是 但是 15周年何況是真的好 八角 然後這個 等一下放掉 希望不要盪 它 下去 別盪 別盪 怎麼換它 羅傑 拖得到 推得到 有機會 吸 往前吸 往前吸就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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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點它一波 點 喔有了 然後我們那個 騙人部 的空間算是還不錯了啦 雖然還有一個馬可把它頂著但是 還是要拖出來一點 你不拖出來一點的話 等一下要保的時候 怕它會 又當機 當機整個還是出不來 來 哎呀 放棄的危險 對啊我們真的要做取捨 來直接鬼滅 也不能躺這樣子這樣子危險 它要整個平躺 來了鬼滅 弄鬼滅 吸一下嗎 哼吸一下 吃到 哇塞 吃到你啦 完了完了完了 哇它躺這樣子 啊尷尬啊 哇塞不要這下保 這下保我真的不行了 來 吃到 變 極限 真的這幾波 剩20 應該就沒問題了啦 應該沒問題沒問題了 可以了 有了 錯 唉唷 漂亮 完美八角 這個完美八角 八角合控的 15周年騙人部 要保 要很保 因為它的天地基本上也會過 來 我們開始進攻囉 哇塞 很穩啊 太穩了吧 這個 哇塞 但是我們先進攻前面的標準盒 試試看 我捏起來看有沒有機會極致飽然後蹲到索隆這樣子 當機 來索隆 這個也是索隆 好這樣 沒浮 哇 剛剛這裡 剛那一下 悶真的悶 來 盪 太衰了啦 中 哇塞 失敗 失敗 保夾座球失敗 剛那個近一點夠近的話 可能就有了 後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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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螃蟹不行啊 我剛那個後螃蟹也很漂亮耶 怪不得這一台雷寶會破圈 不是沒原因的啊 它的 真的很多防禦真的蠻猛的 下來啊 對啊 剛才槍位了 對啊 我實在氣死了這一台 這是索隆 我一直覺得它好像 OK啊 它如果再貼到最近 一個極致飽 這有了吧 這樣我再不輸 我實在是 我絕對不能後螃蟹喔 這樣咧 正旁可以 它正旁這個天梯還過得去 啊 走了 哇塞 啊 放 最後一個頂抽 啊算了 打這台真的非常非常極度的極限 真的喔 哇塞 我的索隆竟然噴掉了 哇真的喔 現在心情是真的很喔 然後加上大卡車的聲音 很多 打了兩下 我們會停一下 大卡車過 然後再打一兩下 大卡車又過 所以這樣反反覆覆 真的 做一件事情的 順的程度會 會很 會做打亂 對會很不順 因為我們這樣打打停停 打打停停 好那最後呢我們就夾這兩盒吧 至少我們有保到 八角的15週年騙人布也不錯 那我們今天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滿滿的一大袋 還有最後呢 竟然尋到了一台破千雷寶的一個公仔台 然後那個騙人布15週年是蠻值得紀念的 因為15週年是一系列的 有魯夫納梅啊 羅賓啊 索隆啊什麼的 但是騙人布現在15週年在機台上算是 比較少見一些些了 以前比較常見 好那我們這次呢出貨感是非常的滿 那我們這次抽獎就抽這個15週年 騙人布送給大家吧 好 那這盒的抽獎辦法也在騙人布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拜拜 掰掰 en